第二是針對八個違反香港國安法危害國家安全 涉及嚴重罪行的八個通緝犯 我們懸紅了想格去追捕他們 這個追捕行動我多次說了 是會終身追捕 而且是會用上所有方法去追捕他們 我們包括對於他的任何資金援助 以及其他方式的一些協助 我們都會追究責任 更加會追究幕後去支撐他 甚至可能是控制他的一些力量 在調查裡面 會不斷有新的資料出現 我們是要確保我們調查有進度 所以在調查的細節 我們在階段是不公開的 但是調查的力度只會加大 我們也只會擴闊我們情報搜集 以及我們打擊的網絡 所以大家都的確是要明白 今次這八個通緝人所犯的嚴重罪行 我講過了 大家也都應該當他們是國家老鼠 鼻子側吉 有情報的向警方提供 也都有可能因此獲得我們圓紅的賞格 任何人幫助到警方拘捕或者成功檢控 是會按住實際的情況拿到這些相格 目前來說 警方也都收到一些資料 會繼續去發展這方面的情報收集 窮追猛打 這個一定是執法必業